李克勇文教基金会秉持为教育奉献的理念 积极来捐赠图书馆 其中依然是李克勇纪念图书馆的新建经费 基金会捐赠了7000万元 而事工所配合了2100万元 总经费为9100万 供期为420个日地天 目前工程的进度约56% 略为超前5% 今天特别来举行善良典礼 李克勇仍然是纪念图书馆 从开工到现在有270天的工作天 内装的部分跟软体 我们也已经向教育部来申请经费补助 然后在周边的绿美化工程上面 我们也已经筹备经费要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 今天这个上良典礼主要是针对我们二楼一般输库区 我们设计了一个钢购加木购的一个结构 今天在两个月前RCE工程完成之后 我们加紧的赶工 宜蘭市李克勇纪念图书馆主体的工程 预计在今年的9月23号完工 市长江崇文表示 未来会积极争取上级补助内装以及设备经费 期望能够早日落成启用 提供洋大医院以及市民一处重要的文化级阅读据点 宜蘭市的第二文化中心的一个性质 而且在里面我们也保留了社区 共同要来使用的一个空间 不管是在阅读典藏上面的一个功能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是一个教育中心的一个性质 所以在跟周边的洋大附设医院相关的连结 跟我们宜蘭市东区的一个阅读风气 我们都希望能够带动一个最好的一个学习典范 我们事实上在一起的时候 是没有很好的那个会议室跟展览馆的 所以在利用这段时间 我看过了我们那个这个图书馆的蓝图 还有40个人的这个会议厅 而且有一个专门的展览室 这个非常适合那种小型到中型的研讨会 医学会的举办 将来如果说我们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让我们有一些台北的活动 我们都不敢接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场地的话 我们可以把台北这个类似规模的活动 我们把它接回来宜蘭做 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宜蘭庄 不管是在医学或是这些地方的交流 甚至经济上面都会很大的帮忙 图书馆将来是属于东区的一个亮点 不管是要来这边读书也好 或是在这边做一个休闲找资料 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要常常来运用这个地方 未来宜蘭市李克勇纪念图书馆的落成 将成为宜蘭市第二个文化中心 也能成为市民休闲 学习以及游客驻足的场域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